全台湾第一个部落康复中心呢 就在高雄的茂林区多纳部落 这空间呢大约是有30坪左右 里面的设施有飞轮有跑步机有电疗设备 可以说是附件的设备相当的具权 甚至呢还有长者的游戏娱乐空间 让部落老人可以就近的做附件 不用在大老远的往都市的医院来跑 不过其实呢这一头的设施都是二手的 原来这间康复中心是靠着地区的卫生所 还有居民努力募款打造而成 一块看看 全台原乡第一站附件康复中心正式启动 就在茂林区多纳部落 30坪大空间有长者骑着飞轮 坐瑜伽球练腿部肌肉 或在平行改训练平衡改 哪里会痛 这边啊 这边骨刺 还有小型电疗附件室 医师定期进驻 亲自帮长者服务 就连空间的无障碍设施 包括防滑地板 墙壁扶手都有 要是部落长者国语不通 也不用担心 它会帮忙带动老人家的手跟脚的运动 然后它可以帮忙调速度 帮老人家的运动 在地卢凯族人担任照护员工作 全程协助足语翻译 要是长者行动不便 也有交通车贴心到家接送 让长者安全就医 过去要到都市做附件都得经过七驱山路 来回车程约四个小时 现在部落有了复康中心之后 长者们都松了一口气 这部落的话当然比较方便 比较好 就不用出去 有时候到高速 有时候到屏东 小孩子没有在家里 我自己去也不方便 我自己去也不方便 不过复康中心不只提供附件器材 卫生所自制大型弹珠台 有原住民图腾 还把乒乓球当弹珠 附上动物图卡 让长者也能动动脑 动动肢体玩得超开心 这个是什么 他的动作是什么 对了 兼具附件和康乐功能的场所 完全看不出来 这里本来是个废弃空间 再仔细一看 附件设备也不是全新的 为了造福部落居民 茂林区卫生所可是大老远 从都市募资器材搬来部落 我们政府的预算总是有限 那我们的同事们就寻找各种的管道 哪里有资源 那我们就去找那个资源 甚至是报废的 那我们认为OK可以 那我们就去跟他要求 是不是可以拨给我们 让我们用 我们动用很多的人脉 动用很多的资讯 找了很多的管道 才去充实这个设备 地处偏远的原乡 医疗资源比不上都市大医院 也因为如此 茂林区卫生所和当地居民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打造出全台第一站富康中心 今年初正式落成后 让部落长者和居民 健康更备受照顾 也成为原乡地区的最佳典范 民事新闻阿布斯旅艳节 高雄市报道